今次我首新歌的歌名就叫做 《約齊靈魂在墳墓開生日派對》 好像是一個答唱的歌 但其實它也不是一首答唱的歌 上一首歌就說到 那個人死了 死完之後 我就在墳場見到他了 即是我今年也跟公子說 有什麼Live的 就幫我接 Hello AM730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Jer 劉盈廷 我首新歌《約齊靈魂在墳墓開生日派對》 已經出了 大家快點聽吧 《約齊靈魂在墳墓開生日派對》 這首歌的歌名第一個版本就已經這麼長 而我們一看就覺得花姐也很喜歡 我初一聽到這個歌名的時候 我都沒有抗拒過為何它要這麼長 因為它真的在說一群靈魂 在開一個派對 所以是一件很容易記得的事 所以就叫這個歌名了 是因為我一直以來都很欣賞他的作品 他和Jeremy也做過一系列的第一年的作品 我自己覺得都建構到一個 很獨特的世界給Jeremy 所以一直以來我都很想找他合作 這次剛好這個題目 聽完展示之後我就覺得很暗黑風 我喜歡超現實 姚輝寫一些超現實的歌詞 我覺得是很適合的 所以就特意找了姚輝去填這首詞 我今年做的頭三首歌 我都很想建構到一個暗黑的童話風 在三首歌上 所以這次寫歌詞的時候 我都跟姚輝說 我很想一些超現實 即是你現實生活中未必會經歷過的一些事 就聊聊一下 不如說說發噩夢的這個題目吧 因為好笑歌會是由噩夢這個題目去延伸 本身大家都覺得噩夢可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未必會想整天發噩夢 那我今次就跟他談完之後 他就說其實發噩夢都可以很有趣 即是不用大家那麼害怕 所以故意在歌名上你都看到是生日派對 即是一班噩 出現在噩夢的一班靈魂 但其實他在開啟生日派對 他們一班是很純真、很天真、很開心的一班人 我都有給上一首《不足男孩憂或知死》 耀輝聽的 因為今年我是很想將三首歌 做了一個系列的歌 所以我覺得三首歌中間都會有少許聯繫 而上一首歌就說到 那個人死了 死完之後 我覺得就要在一個墳墓重生的一個感覺 所以今年就暫時的聯繫 頭那兩首歌就是一個死完之後 我就在墳場見到他了的一個感覺 這次大家會看到的歌詞 都會在第一位 前一位 都會建設了這個世界 例如說這個世界的背景 究竟是怎樣 很大霧 隧道 有些蠟燭 突然又出現了骷髏骨頭 然後又帶你去吃螞蟻腦 又寫人皮圍捉 其實我 耀輝在這個歌詞的設定上 頭那一段都是很想 好像一個電影一樣 慢慢帶大家走進這個世界 是難代入一點的 我自己在演繹的時候 我就覺得因為有很多事情我自己都未必會經歷過 所以要靠幻想去 幻想這些歌詞在說的那樣東西 所以是有少許難度的 不過幸好都順利完成的 這次我自己覺得 錄和音的Session是最難的 因為你要錄很多重的和音 例如高八到 來呼喊靈魂 就是有些這麼高音的東西 然後可能甚至去到很低音的藍低音 都有在和音搜尋 所以錄 我想都錄了五個音步 即高中低 即高… 怎麼說呢 總之有… 總之有… 可以示範 即有很多pitch的不同和音 我都會在這首歌出現 我想對上一次錄那麼多 就是狂人的那個bridge位 那這次就… 大家… 第一下開這首歌的時候 就會聽到有很多不同的音域的和音 就會在這首歌出現 就是很想帶… 即是給大家一個感覺 就是一群靈魂 即靈魂你可能… 有不同的職業 有不同的歲數 有些男人有些女人 那就是靠我自己的聲音 在錄音室裏做完不同的男女 即是可能有些… 男低音高…女高音… 然後有些… 有些creepy的聲音 有些是圓一點的 有些是斯文一點的 溫柔一點的 即… 要做完不同的錄音出來 這一部分是最難的 即創作人不應該太過… 太過… 站眼自己 即我是有我自己的立場 又或者想說的話 但是… 都是透過溝通去… 達到… 大家都想說的畫面 即這個是我覺得 創作人最需要有的… 即創作人最需要有的心態 我通常我做歌的步驟就是… 即例如我今年… 有三首歌 即我想將三首歌做一個故事 那我就會想到那個… 最… 中心想說的題目是甚麼 即… 例如我想說… 有一年我想說… 一個… 傷心失戀的故事 最後這個故事是很淒美的 即是好像狀漢雲起時那一年那樣 那我就會想到一個… 最想說的… 最主要的一個… 中心思想先 然後又或者有一個… 背景我好想說的 那好像今年就是… 有一個背景我好想說的… 那我就全年了三首歌 那… 之後再… 例如一個… 音樂種類我好想做到的 即… 一直以來我都想說… 做到一個… 樂隊的風格 在舞台上 那但是上一年我都… 不算… 很特別這樣做到啦 今年呢就會一些… 重型啊… 痾痾痾的一些… 一些冰山呢 你就會在… 舞台上面去看到 那一首一首歌… 加加起來 就會建構到… 這三首歌就是一個系列 那我通常做的一個步驟就是… 想主題 想完主題呢 之後收彈模 例如有一些音樂風格 很想做呢 我就扔給作曲人 啊… 你可不可以沿著這個方向 寫一些這樣的類型的歌出來啊 例如今年我… 我這首歌 我很想做一些 Live Performance 很厲害 很澎湃 很想玩一些古戰鬥的時 我就會跟Kao叔說 那個編曲應該是怎樣 接著… 那個Five應該是怎樣 那就… 慢慢一步一步建構了… 每一首歌出來啦 是 嗯… 現在我都是會用圖片去… 給… 呃… 大家去看 我魯海忠的畫面 是怎樣 因為通常說呢 很難去呈現到 畫面給人看 那所以我通常 我會很喜歡劇圖 例如… 呃… 有一些MV 的畫面 我很想做到的 我就會將那個MV 就折錄了 哦… 給MV導演 我很想做到這個感覺 要做… 例如 Dewight 接著要… 那種扭曲 呃… 即會有一些 惡夢的那種… 惡魔樣 然後又有一個扭曲的乳眼 這樣我就會將這些東西… 很細節地給不同的人… Department 即有些作詞啊… 然後有些曲啊… 有些MV啊… 即我會將這些畫面去… 分享給他們聽 那… 我覺得分享多些才可以做到自己… 心裏面的… 我很想做一個畫面 我的… 我的作作品的… 通常的方式呢… 都是我會看一部電影 看完一部電影之後 我覺得這個題材挺特別的 那就會… 做了作品出來 放在歌曲上 那這次… 剛巧就是… Tim Burton我看完… 他的電影近來又再回看 然後我很想將他… 建構的那個暗黑童話風格 即再放在歌曲上 不知道用一個歌曲的角度 去表演的時候 究竟會是怎樣呢… 那…所以就… 有… 有這種方向去做到一個… 大家都… 不是很經常見到的 或者經常經歷到的歌曲 即… 聽聽他的歌曲 就會聽到一些… 哇… 即有一種… 驚喜在那裡 我想給大家 今次就我將… 那套… 怪誕生娘那套電影 跟著那首主題曲 的… 分享了給他們看 跟著… 會有那些… 吸血筋士 骷髏骨頭 那… 那裡面… 裡面會有些蜘蛛啊 即那首… 好… 好出名的那首歌 是的 那我就將那首歌 分享了給他們 跟著他們就… 寫詞方面 就將那些畫面 慢慢地寫出來 呃… 今次這首歌呢 就是… 就是特地要… 寫出來要有連繫的 那但是第一首歌的時候呢 我做第一首歌 寫的歌詞的時候呢 就… 沒有… 有… exactly 那個畫面 又或者一定 噢… 要… 介他要這方面寫什麼 我通常都是… 出了第一首作品 今年啦 出完第一首作品之後 我覺得可以走什麼方向 那我就將… 故事 好像一條線 這樣將三個點連繫了 去啦 這樣咯 被殘紅為困 大家吹完第三首歌 就知道它是什麼系列的了 是啊… 我就不要定義了它是一個… 什麼系列先 是啊… 大家吹完第三首歌 就知道我的主題想說什麼 到時… 大家可以給它一個名字都可以的 那我現在就不透露了 第三首啊 不知道呢 可能… 你收了電話嗎 我收了電話的了 寫完歌詞的了 但是可能… 我突然之間心血來潮 就很想將它變成一個字都未頂啊 就是十二個字的追場 然後我下一首歌就做過最短的歌名 我… 我一創作的故事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拋來拋去 作曲人 給完曲 我聽 然後我覺得 曲的melody是… 應該要寫什麼內容 然後我就將這個內容 我看很多不同電影 將那些畫面 丟給慈人 慈人之後呢 它就會寫一篇詞出來 然後呢 編曲的Kao叔 我覺得就是… 點綴了整首歌的氣氛 就是今次放了… Kao叔在編曲上面 都將Beatles的一個 曾經用過的琴 放在音樂壁上 大家可以找一下 那個琴到底是什麼 因為那個琴是… 我覺得很特別的 就是將這首歌的生命 又或者它的世界 彈了出來 雖然它叫 叫一齊靈魂開… 在墳墓開生日派對 好像是一個大合唱的歌 但其實它也不是一首大合唱的歌 它是一首比較澎湃 大家看直播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它那種震撼 就是我會想讓大家感覺到 它的震撼性 我會想玩一些直播的… 古戰鬥 因為為什麼我的歌曲是… 就是跟外面大家市面上 聽到的廣東歌不同的題目 就是廣東歌都是說一些… 很實際你會經歷到的東西 例如你情傷 被人飛 分手 然後… 很不開心啊 就是通常都是這樣的 Ballod的歌 而我自己本身喜歡的一些… 旋律都是廣東歌會… 會少見到的 那因為Melody它這麼特別的時候 我覺得… 它在 topic 上面呢 它就要配合一些… 比較… 怪誕的 或者… 你現實生活中未必會經歷到的事 那所以就會… 沿著一些超現實的東西 Ballod? 我有出過的… 離別的規矩 自衛的程序 和座漢雲起時 你很像粉絲一樣 是啊 有很多粉絲都要求我唱一些Ballod的歌 我就… 用一個阿J的角度去唱Ballod的歌 那所以… 我也是一個不屈服 要做一些… 做一些大眾要我做的方向 就算是一個大眾都喜歡的Ballod歌的時候 都要用一個阿J的角度去寫這件事 那才是一個自己獨特的作品 對上兩年我都曾經懷疑過自己的作品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做到… 即我不會太堅持想說自己想說的東西呢 我不是應該迎合多些市場呢 那去到真的出現不足藍蟹 有一支死這首歌的時候 當鍾雪問我 你做…你創作的目的 又或者你創作的… 那個世界究竟是怎樣的 為何你要給這個面貌觀眾呢 然後我就開始想 為何自己要做… 一系列這樣的音樂 呃… 我怎樣回答自己呢 呃… 我就是想一直以來有很多作品建構 即它影響著我 從小到大的長大 那而我做的每一個作品都是… 呃… 是我自己內心想做的東西 那…那…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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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未必是一首很大眾 popular的旋律 都好 都是一首我自己很喜歡的作品 那所以… 出完《中雪》那份詞之後呢 我就… 呃… 覺得自己… 即好像在一個創作上面提著自己 啊…你繼續做吧 那… 那… 這些音樂才建構到阿Jerry是一個怎樣的人 那如果我是跟著一個大眾走 啊大眾可能要你做一首什麼什麼歌 什麼什麼歌的時候… 那那個就不是一個我的作品 也都不是一個我的風格 那所以… 對啦 今年提示著自己 即是那首歌的出現 不足 那首歌的出現 就是提示著自己 在創作上面要…要… 呃… 可以繼續走下去吧 希望有一天好像Tim Burton那樣 建構到一個屬於… 呃… 自己的世界 呃… 這種質疑啊 很多方面的 那… 例如一首歌我自己幻想 呃… 呃… 例如Dia Children這首歌啦 我很想讓大家感覺到他同行的 跟著有一班人一起走的那個感覺啦 加上那時候的社會氣氛是… 很差啦 然後有很多學生自殺啊 然後我才創作了那首歌出來啦 那麼… 但是… 呃… 質疑的心態就是這首歌… 原來不是… 可以給到那麼多人… 有這個力量的 當吧 就是可能他的… 傳播度沒有那麼高的 那大家未必會… 拿到那個訊息回去 那所以… 我經常會質疑自己的作品就是… 這樣啦 就是… 進不去… 很多人… 那裏 然後最後 回答不到我自己心裏面 想表達的那個訊息 咯 對… 我經常會質疑自己這方面 呃… 解決不了的啊 這件事 是的 就是… 靠我多點Live的表演去唱多點 那麼全唱度就會高了 那麼… 自然大家就會收到我想說的訊息 因為去年那首歌我記得是… 差不多隔了一整年我才去表演 那所以… 呃… 大家未必感受到背後我做那首歌的那種心情 唱多點Live的表演 就是我今年也跟公司說說 有些什麼Live的… 就幫我接 我很想將每一首歌的… 想說的訊息透過一個Live的表演去… 直接… 去告訴給觀眾聽 今次在Tour裏面我轉歌的原因呢 就是我很想給大家… 呃… 感受一下Jer其實不僅僅是抗孕日記 和人類群星閃耀時的 是的 就是我做的很多… 不同的歌曲呢 其實都很想… 都… 都是一些我很喜歡的作品 很想給大家在現場感受到那個Five 究竟是怎樣 所以特地轉了很多不同的歌曲 給大家聽一下 究竟… 其實Jer是有很多不同其他歌的… 這樣咯…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呀 … 又記得按一下 的视频 chính…… 謝謝